这两天要是你路过中环这带花园啊 会发现这儿特别热闹 原来啊是香港中华总商会主办的 一带一路缤纷游活动在这里举办 活动吸引了16个国家和地区参与 这当中啊 布置的颇具波斯风景的伊朗馆 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 我们在这里的讨历和旅行 我们也有些文字的讨历和旅行 这就是沙运 是一个通用的提供的提供 因为在伊朗里的提供很流行 很流行的提供 所以我们只做了提供这一样 在这两个年代的数字 香港人在伊朗里面的增加了50% 所以我们认为这种活动能帮助我们来与更多香港人的游客 因为香港人们是有不同的类似的经历和历史 而是一个国家与8000年代的历史 我认为它有很多游客和游客的游客 和亚洲人们的经历是在以朗亚 和亚洲人们在广场上